大家好,我是对外关系协会现任副会长令胡荣达 目前同时担任台中市政府的副市长 我先前是职业外交官 在三十余年的外交生涯当中 在国外曾经担任过驻纽西兰奥克兰班事处的处长 驻马绍尔群岛共和国特命权权大使 驻洛杉矶班事处的处长 驻加拿大代表处的代表 在外交部曾经担任过北美市的司长 以及政务次长这样的职务 因为这样的经历让我至今仍乐于为 推展各项政府或民间的国际交流 与对外关系等涉外事务而努力 当传统的国与国外交关系 已经被经贸、科技、文化、理念、价值等 全球化治理的形式而改变的时候 我们更应该采取全面性的积极作为 以推展城市外交建立国际合作伙伴为策略 运用城市外交灵活的特性 整合市政资源 结合企业、民间社团与侨民的力量 我服务的台中市目前已经缔结了26个国际姐妹市 以及13个友好城市 分布在北美、中南美、大洋、亚、非等五大洲 一共有13个国家、39个城市 卢秀燕市长极为重视城市国际化 108年台中市分别于荷兰 乌特勒芝市、阿美尔市、澳洲的布里斯本市、日本的民谷乌市 签署了国际合作交流备忘 台中市也陆续举办2018年台中世界花卉博览会 2020台湾灯会等大型的国际活动 努力透过国际城市地盟、友好交流互动 与积极参与各项的国际组织 全力促进台中市各项重要的施政与国际接轨 最近遵循会长夏立元大使的理念 对外关系协会即将与台中市政府共同合作 推动退休大使 协助偏远地区学校教学计划 安排具丰富专业经验及爱心的大使们 前往黎山为偏远地区原乡学童授课 增进他们国际教育知识及学习外语的兴趣 并且启蒙国际誓言 近期因为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国际与两岸交流受到严重影响陷入低潮 我们审慎乐观地期盼全球疫情趋缓 未来国际交流与对外关系能够全方位恢复正轨 并且持续强化 而我个人无论在对外关系协会的副会长 或台中市政府副市长的岗位上都会继续的努力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